音乐 应该对相信是一个状况 就像说 比如说我刚刚开始介绍力量 我可能直接认为 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蛮适合 可是至于结果怎么安排 我们可以放手 那这个放手不是说你不在乎 应该是说你想着最终的结果 如果说这个你希望的是提升大家全体的意识 那应该就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意证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相信 一定会有一个更棒的结果出现 那比如说我相信这个人会出现 那放手的部分是说 放手谁来做都可以 但是那个人一定是最适合这个结果的人 所以像我以前比如说 从之前的一些例子来看 比如说有心想事成的例子来看 就是比如说像一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盒子 我不是因为一直想着这个 我要住这个房子我才得到这个 可是当初我看到这个 可爱的造型的时候 我就想说那这个很好看 那可能我的心里面 已经有某个潜意识是跟这个对应到的 然后我带的是分享的心 因为它里面有饼干 所以我要带着这个饼干 去跟我的学生分享 可能这个无形当中 因为我们说 你够负责的时候 你就自然够饱满 你就会想要跟别人分享 然后宇宙就启动了那个善的循环 所以后来回来台湾之后 我买了房子之后发现 有点像秘密那个 那个基业家 他过了五年之后 打开那个箱子才发现 当初他的梦想版 跟他现在住的地方是一模一样 我也是在买了房子之后 然后搬家的时候才发现 我当初一年前 买的饼干盒子 好像跟我现在住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刚刚回答你刚刚说的 其实我相信 比如说你会喜欢这个东西 表示你相信 可能这种美的东西 是跟你有同一个频率的 然后所以你可能在之后 我们说也有一个韵律法则 它会在某个时间 实现你当初你相信的那个东西 所以也不用一直说 我一定要每天重复 你只要曾经有种过那个种子 它总有一天它会开花 所以就是我的历程 就比较像是 不管是种这个 我是从书来开的 就是我曾经相信过 然后我让它放手 然后等待最好的结果 那刚好可能这个结果都是 我们当初想象的一个画面 谢谢大家